一般遊戲淡季其實都是七八月 但這個九月我就真的比較有空 突然在整年的高額行程解放出來 這種感覺比想像中更空虛 於是我就找了一些之前免費下載 但沒什麼時間玩的遊戲 第一款我玩的遊戲是《風之女人》 事後我才知道這遊戲在2013年就在PS3上發佈 並且由現居美國上海出生的華人陳漢星負責製作 遊戲的流程是完全線性 玩家在開始就會站在沙漠裡面 並且以遠方的一座三位目標前進 沒多久玩家就會發現角色可以用件袍來進行飄浮 但飄浮能力極為有限 隨著玩家在地圖上撿起發光的符號 角色的圍巾就會變長 飄浮的能力也會變強 配合地圖上一些補給點 甚至可以達成一定程度的短途飛行 遊戲裡面玩家一般就要解鎖一些極為簡單的機關 就可以去到關卡的終點 在終點的石碑 我們就可以以迫畫形式看到某一個文明的興衰 甚至是自己旅途的終點 遊戲路上玩家會隨機撞到不同的玩家 他們跟你一樣都是一位女人 玩家亦可以互相為大家補給飄浮要用的能量 但實際上我在遊戲結束之後 在畫面彈了一些玩家的名字出來 我才確定原來他們是真人 因為旅途上我撞到的人全部都沒事我 無論我多努力幫他們補魔力 他們只不過是當我充電補 還有一些AFK的朋友 我真的一直以為他們是設計不良的NPC 遊戲裡面的飄浮玩得好可以玩得好像短途飛行那樣 而這種技術在遊戲裡面是沒有用的 兩個小時都不夠的遊戲流程裡面 前期你的圍巾不夠長你飛不遠 後期的關卡你根本就沒什麼機會飛 最後的關卡更加會吹散你的圍巾 那一刻成功令到我又生氣又心灰 因為我明明很努力去收集 可以令我的圍巾變長的發光符號 這件事是我玩這遊戲唯一的樂趣 唉…整個遊戲的流程雖然是環繞著失落文明 因果命運輪迴這些題材 這遊戲裡面一些風景都挺好看的 但是這遊戲的流程和操作太簡單 令到我實在沒有足夠的參與感 你下街散步你會不會稱之為旅程呢? 而你下街散步的過程會撞到其他人 這個明顯是一個相信人類的設計 只不過我撞到的那些全部都不能是人 這遊戲對於主題的表達實在太過流於表面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看來他們在三年的開發期間裡面 應該撞到很多難處 不過反正這遊戲我免費入手的 所以一點感覺都沒有 下次有空我可能會試試他們2019年的作品 Sky Children of the Light 在風之旅人這一場微風一般的體驗之後 我又開始了下一款遊戲 所以這遊戲是玩什麼的 這傢伙是急死到 廁所都倒閉都不肯走 這隻羊奇形到這樣應該沒有維他命D 等我來帶你曬太陽 你應該飛出去 那些城市人要不就做運動 一做運動就說 Mikura 有時我們打遊戲真的太有目的性了 相信是因為大多數人都習慣了被生活指揮自己 當然沒人想的了 又或者是習慣了一件事往往是有頭有尾 是不是不但Mission complete 或者食雞宣言就找不到成就感呢? 究竟是人的一生沒有真正的自由 還是自由的代價太沉重呢? 可能因為這樣 以人類認知為基礎的電子遊戲 好往都會有很多的目標 別人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唉...其實我只是說說 Pure Chaos的模擬山羊對於思想死板的我 是一個不錯的放鬆 但畢竟Xbox Game Pass裡面的模擬山羊是不包DLC的 所以我玩45分鐘就玩到夠了 有目的性都是好的 於是我跟上我打開了Xbox Game Pass上面另外一隻遊戲 自稱Triple A Indie Game的Hellblade Sanua Sacrifice Hellblade是一款獨特但只是一般好玩的遊戲 遊戲的流程只不過是七個鐘左右的鬼屋流程 鬼屋是一個我個人的叫法 代表一些完全一本道並且以行路為主的遊戲 走到一些地方突然會有些事發生的那種呢? 例子有巨影都市 遊戲的戰鬥玩法簡單爽快有氣氛 但無可否認是有些保守 始終是以攻擊迴避Perry三種動作去組成 敵人的種類在遊戲中途幾乎就沒有再增加了 遊戲的解謎由頭到尾都只不過是花式找路因文字 如果只從娛樂產品的角度去看 Hellblade是略為沉悶 但在體驗這遊戲的過程中就令到深受看法 遊戲的主角Sanua是一個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可以特類戰士 在遊戲的沉浸式氣氛下 玩家可以體驗到一些精神病人的症狀 例如幻聽、幻覺、思覺失調、人格分裂等等 遊戲製作團隊為了能夠在遊戲中準確地重現精神病人的體驗 他們特地找來了精神病研究者和康復者 並與他們緊密的溝通和交流 令到遊戲體驗者能夠淺常活在精神病陰影之下的感覺 遊戲開發者亦希望藉著遊戲的名號 吸引更多人去瞭解精神病患者 並增加大家的同理心 他們需要的或者只不過是多一些幫助和希望 Hellblade這遊戲玩起來 可能就比不上市面上其他遊戲那麼有趣和刺激 如果你問我Hellblade好不好玩 我可能會遷就大家的習慣 並且回答你 好玩 但其實我內心的真正想法是 其實它不好玩 不過Hellblade給了我一個很新鮮的體驗 我們經常用好不好玩去衡量一款電子遊戲 但其實這種思想已經是不合時宜 因為電子遊戲並不單是用來玩的 在很多以劇情或者電影式玩法為主的遊戲 他們賣的真的不是遊戲 而是一種互動式虛擬體驗 那些作品就好像在書本、圖片、音樂和電影的基礎之上 加入了互動性 Near Automata和Detroit Become Human 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兩者的遊玩部分其實都是比較簡單 重心反而是劇情、音樂、氣氛的圈染 他們甚至想借遊戲去探討生命的意義 這些遊戲都不是最好玩的遊戲 但是這些遊戲的內容就可以引發我們的思考 豐富我們的人生 目前電子遊戲這個稱呼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囊蓋它所有的子分類 總有一天人類要擺脫遊戲 是遊戲的這個想法 如果不是互動式虛擬體驗的主流受眾 就只會繼續滿足在虛擬世界互相殺戮 不過在想到解決方案之前 容許我講一聲 Gunpla真的很好玩 Gunpla Battle是很爽 但是我最想玩的是Gundam 不是Gunpla 我們有生之年 究竟可不可以再看到有劇情的單機歌特遊戲呢 唉 不理是爽快見忌的Gunpla Battle 還是黑暗奇幻的精神之旅 甚至是純粹混沌的山羊 他們都可以令到體驗者在一天的心路之後 拋開所有的煩惱 在虛擬世界裡漫遊 不理你是一個人 還是同朋友在一起 你是文正的人 還是喜歡刺激的人 電子遊戲中總會有你的位置 至於PS5手法有沒有你的位置呢 我就不知了 反正2020年尾就沒有什麼PS5獨佔作品 而遊戲主機的第一批次 往往都是百病前身 入廠多個打機 除非你好像我這樣有工作需要 要不然你都等一年半再買吧 而且現在吃炒價也不明智 至於已經決定入手的朋友了 我就希望到時我們沒有PS5都是正正常常的 畢竟 We have a CP to burn 好棒 好棒 你 我 我 永 我 我